不少人判着好生只得放生 然而不得其法,令生物白白枉死 日前大埔船湾淡水湖,而有人亂放生,似大批田鸡枉死 每逢天候丹或佛丹等节日都是放生的旺季 北角码头是香港的放生热门地点 据海鲜档主说,日日都有人来放生,份量随心 由百多元到万多元都有 每年天候丹或佛丹期间,不少人出海放生 之后海内很多外来死予 近年不少人士善心参与放生时善活动 若救被困惑临危的生命,实在是功德无量 放生的意思在于若救生命,长养慈悲心 其实杀戒食素才是彻底的放生 每日每餐食素,若救了无数的生灵缅冤刀割宰殺 功德力量加倍,其愿感应倍,功德更是无量 放生是有一定的程序 一,买放生动物时,不要预先订购 更不要在固定地点购买 以免有人刻意捕捉和贩卖放生物品 至于数量和类别,在机缘巧合下即买即放 二,选择放生地点时,要考虑每种动物的特性和生存条件 如海产类,则要考虑是否咸水或淡水,活于深海或浅水等 又或者是飞禽类,则应于山林等地区放生 重点是放生前应为动物着想,互生围绕 三,放生时,所举行的仪式 最重要是为众生说法及三板衣 即使是已放生,有不幸死亡者 亦令神职得以超声,永离三途之苦 故放生者,应抱有救人于危的心 是为救命而来,非为游山换水而来 为使其他众生重获自由,则功德无量 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 每年暑假和冬天过后 亦是弃养归类的高峰期 养两个月就不想养 或者冬年后染病,主人就乱将它们放在水池 让它们自生自灭 所以当局呼吁市民行善物养归之前 应少考虑清楚后果,最少有的常识 不要将淡水生物放下海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 放生原来有一个历史典故的 有兴趣者,请留意下列字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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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官方